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潜艇地图 这个地图是粉丝制作的最好的一张地图 潜艇分为两层 第一层放置了一些潜艇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配电室 引擎海水过滤之类的房间 第二层是床员的生活科研区 包括食堂 医务室 科研室 观察室 会议室等等 这期视频我们仅仅介绍一下房间 下期视频我们就介绍一下房间里有哪些好玩的任务 首先我们开始的地方是一层的核心 潜艇中间的位置往右走就是配电室 这个配电室非常的豪华 有一个维修工坛 一个控制中心 还有一个变压器电箱放置空间 而且左边走道上还装了一个监控 开启电源键 然后调整罚块 到显示器变清晰 就激活了这个监控了 往上面走就是过滤器了 专门过滤海水层淡水用来饮用或者其他用途 过滤器有一个升降梯在右边 可以坐上去直达二楼 这里我们就不上去了 先把过滤器给看完 这边就是过滤容器 有三个大的罐子 然后往左边走 经过一段走廊呢 我们就绕回了核心 核心再往下面走就是浅浅的库房了 放着了各种的工具 氧气罐 潜水装置 还有很多的箱子 保险柜也在里面 可以看到作者做了很多原创的东西在里面 右边还有一个骷髅船的地图在墙上 我们往右边看 现在可以看到万元的配电室 再往下面走就是一层的大厅了 可以做一些休息 同样也是有监控 再往右边走或者下边走就是两幅升降梯了 可以任意上下 一层的升降梯有五幅 我们开头给的地图上都标注好了 然后再往左边走 经过一段走廊会到一个消毒室 墙面上会有红绿灯 提醒大家什么时候可以开门 细节做得非常好 再往左边就到了压仓物了 它的作用就是平衡整个潜艇 放着了一些海水 甚至在左边还会有一个小型潜艇 下面的水池里还有一个玩具小鸭子 细节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再往下面走 经过消毒室 左边是潜艇的引擎 右边是保安室 我们先去引擎看一看 这边的引擎里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能源 只能看到正在旋转的涡轮 还有很多的仪表盘 这里应该是相当于潜艇的导航室 而且风管也非常多呀 一共有两个风管 这间屋子应该是给涡轮供电的 墙上贴着放电威胁 出来以后呢 就是两架升降机 可以随时上下 门口也有一副监控 下面就是保安室了 这里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各个房间呀 我们修好了两副监控 一个是配电视 还有一个是大厅 这里可以看到呀 其他地方没有修都是雪花瓶 同样的保安室也有一个风管 一层呢我们都建设完了 现在做一副升降机去往二层 飞艇上还有爬梯子 我们这直接是坐电梯 而且还有过场动画 不知道在电梯里倒了 然后坐电梯上下怎么算 好的艾成到了 我们往左边走可以看一看这个观察室呀 这个观察室可以观察海底的地形 或者是生物 里面有两个大的观察镜 桌子上还有一些记录呀 门口也有一个摄像头 往上面走呢是前行的食堂 往下面走是管理师 我们先去管理师看一看呀 这边有个定位地图 墙上还有海底的航向图 门口也有个风管 这个定位地图可以点击上下 切换楼层 我们再去隔壁看一看呀 隔壁是一间大的会议室 他放了很多的沙发 可以在这里休息 中间桌上放了一个警报按钮 可以用来拍灯 而且旁边还养了一些海鱼 会议室也有个风管 这往下面走也是一个观察台呀 这个观察台是观察潜艇侧面的 我们就往回走 穿过会议室往上面走 就到了二层的核心 这边靠墙的地方有个管道 可以直达一层 往下面跳呀 可以从一层的侧面出来 像极了圣诞老人跳烟囱啊 我们再回去 继续建造二层的房间 往右下走呢 穿过一段走廊 就到了二层的大厅 这里也是休息的地方呀 左下角有个风管 藏的比较隐匿 右边和下一边 还是那两幅摄像梯 中间有一个摄像头 我们把它调一下 这两幅摄像梯是相互调度的 我们要是在左边上去 它会把下面的电梯给调回来 需要等待一点时间呀 像极了现实中 等待电梯的我们 再往上面走呢 穿过长长的走廊 可以到达通讯室 门口就有一幅摄像头 里面就是通讯装置呀 主要还是和外界取得联系 然后上面还有一幅摄像机 门口又是一个风管 电梯上来了 我们再去隔壁的一屋室吧 还是需要回到核心 再往右上走 这里面的设计挺有意思的 科研室和一屋室放在一起 两个房间就隔了一个玻璃呀 可以相互看到对面 交叉口有个摄像头 这个交叉口很像第二张地图 米拉总部那个三趟路口啊 再往上面走就来到了科研室 这里面也有个观察台呀 去观察船艇的侧面 房间里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的标本 出门再往左走呢 就到了食堂了 这是我见过最豪华的食堂了 设计的非常的精美呀 前脚还有垃圾分类 有食品展柜 就上面就是烹饪台了 食堂下面有个风管 这食堂的地板也很漂亮呀 整体装扮的非常的温馨 整个船艇的两层呢 我们都大概介绍完了 下一期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 这个船艇里有哪些有意思的任务啊 作者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巧妙呀 想法也绝对不属于官方